请收看 卫律法师 佛学讲座 来 诸法一延伸 来破除外道 那么修士了 到成熟的阶段 佛陀告诉他 连这个缘起法都是方便说 缘起自信本来就空 所以更进一步的 我们要体会如来藏缘起和真如缘起 我们前面讲过 缘起法有五种 一 叫做业感缘起 二 叫做阿赖也缘起 三 叫做如来藏缘起 四 叫做真如缘起 五 叫做法界缘起 所以 任言经讲的 叫做如来藏缘起 也就是 也就是说 所有的缘起法都是如来藏性所显现出来的 方便说有缘起 而所有的缘起其实就是心性所显露出来的 也就是所有的真如缘起 因此 任言经就更进一步的 万法都是绝对 意思就是 五因 本如来藏 妙真如性 六路 本如来藏 妙真如性 十二处 本如来藏 妙真如性 十八戒 本如来藏 妙真如性 为什么讲本如来藏呢 也就是说 没有言起法了 就像虚空 好 这个 你听不懂 诸位 把笔放下来 看看这里 注意听 你今天 还没有来的时候 在做诸位 我们这个教室讲堂 虚空是这样子 诸位 你们今天来上课占据了虚空 虚空有没有减少 没有 对了 你们离开以后 虚空有没有增加 没有 是的 本来就没有缘起法 诸法本来就空 讲缘起是对二圣人 不得已破除 自然的外道 不守英国 生灭英国的法则 佛为了破除外道的思想 只好讲缘起 缘起无自信 所以因此 我们要了解 什么叫做自信本空 自信本空的意思 就是说 你在家的时候 你的身体 你很清楚 四大本来就空 空就是零 好 再做诸位 每一个人在家 其实自信本空 空集合在一起 产生空 这样讲 讲得通吗 讲不通 对不对 零加零加零加零 空加空加空加空 变成一个大空吗 错 所以意思就是 自信本来空 来集合还是空 你就是不集合 还是空 为什么 父母没有生我们 来到这个世间的时候 本来就无一物 知道吗 绝对就是绝对 讲缘起 是佛不得已的苦衷 因为怕众生 坏了因果相 坏了事相 不守因果的借力法则 胡作非为 所以佛多只好讲 那是你必须遵守 因果的法则 因此 来的时候 我们 没有 没有减少 这个这个虚空 当离开的时候 我们这教室的虚空 也没有减少 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亲近自信 就像虚空一样 究竟如虚空 平等如法界 虚信 究竟如虚空 平等如法界 法本不生 法本不灭 法本不来 法本不去 法本不争 法本不灭 这个都在强调什么 都是在强调 重点 都是在强调 如来葬姓 本不生 本不灭 本不争 本不减 没有延期法的 知道吧 啊 那么 讲延期 那就是 方便说 咯 是不是啊 讲延期 就是方便说 讲旧经义 诸法本来就空 就是绝对 咱们 诸法本来就会